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醫師病情神預測 病人看病神運氣 生命奇蹟無所不在 醫療過程竟然有神同行 今天節目邀請到六位好神醫師 和三位好神來賓 分享最神奇的行醫經驗 到底猶如神助地看著命運有多神奇 精采內容馬上開始 醫生有的時候做的檢查 是為了要找A這個疾病 或者是只是健康檢查 卻意外地撈到一個 完全不相干的B疾病 然後就 所以今天要來聊一聊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神機 對 有些可能是醫生的神預測 有些是病人的神隱疾 對 之前有一個老先生 他是為什麼去看病 他看的是耳鼻喉科 他那天就是覺得自己好像 前陣子是不是感冒了 那感冒了之後 好像覺得感冒症狀不明顯 所以他就想說 很奇怪 這次這個病毒 可能就是喉嚨 掃聲比較嚴重 於是他就找了 耳鼻喉科 可是耳鼻喉科就發現 這個人 也沒什麼 增加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狀 說發燒沒發燒 說咳嗽好像也不明顯 以前可能嚴強偶爾 口一口 這次沒有咳得特別嚴重 為什麼這一次 這個沙啞就特別明顯 後來就覺得奇怪 看了一下 就發現 這個沙啞很奇妙 跟一般的沙啞不大一樣 反正他有一邊的聲帶 這控制有問題 然後他就覺得說 阿伯 我問你 你這個前陣子 除了覺得你好像疑似感冒 你有什麼樣的情況嗎 他說是這樣子 他其實疑似感冒那段期間 曾經被他 媳婦他們唸了一陣子 是什麼 他其實有高血壓的問題 可是他經常呢 就有一天每一天的吃 想說今天覺得 自己覺得還不錯 然後呢就不吃 可是他前一陣子有一天 他覺得好像感冒那一陣子是 他有一陣子血壓飆到超高 因為他那個時候已經感覺 頭骨痛痛 現在還會傻傻 然後後來被他媳婦抓去量血壓 他說 有時候 然後他媳婦就罵他說 你是不是都沒吃藥 他才想說真的有一陣子 自覺良好都沒吃藥 醫生想一想 這個人平常有高血壓的問題 他就跟阿公說 阿公啊 我跟你說 我告訴你這不是感冒 你去病醫掛心血管科 喔 心血管科 我幫你轉診 我幫你嚇一嚇 你去醫院掛 然後他們就半信半疑的想說 喉嚨沙啞 為什麼要掛心血管科 就去大醫院掛了心血管科 醫生看了他的診斷之後就說 嗯 所以要來照一個騙子 確定一下 結果一照就發現 他的動脈上面有撲一塊 就俗稱的那個 原來他當時可能 因為高血壓控制不佳的時候 造成某些那個 血管的脆弱的地方崩開 所以他就變成 撲一個水管的流 那個流就剛好壓到了什麼呢 壓到了我們控制喉嚨 我們叫做喉反神經 控制我們身帶的相關 所以他覺得掃蝦的原因是因為 是控制這身帶的神經 被壓到了一邊了 所以他會再掃蝦 然後這算是後面 那個行血管醫生也很配合 他說你知道 你這個主動脈有可能很危險 比較怕他給你發現 他不然他給你發現 到時候他才會破壞 他可能這樣… 這名字就很危險 所以後來阿伯就把他換回神明 所以你看 他只是掃蝦 居然可以找出我的蟹管 有一顆流 這個很厲害耶 這個醫生很強耶 只是因為聲音的關係 告訴你 我們這裡也有人 因為聲音的關係 有比他更猛嗎 其實講這個醫生的神預測 我覺得醫生當久 就會有一種預感 有點像動物的直覺 那個病人很少 四十幾歲的女性 她是我的老病人 她每天都來我這邊追蹤母房 那天又來了 那天講話就聲音就比較低層 我第一句就問她說 你說感冒 他說好像也有一點 不過還好 我說那你沒有很嚴重的話 怎麼講話的聲音好像變 你以前就不是這個聲音 我說你有沒有去外面看耳鼻樓歌 有沒有在吃藥 他說外面耳鼻樓有看了 他也有開一些感冒藥給我 他說那時候幫我看的時候 他覺得這些發炎不嚴重 他還叫我去看那個胃腸科 因為他說 你搞不好是胃死到膩流 造成的聲音症 不是什麼耳鼻樓科的問題 我說那你後來去看胃腸科 沒有 他說去看 但是他們叫我做胃鏡 我不要 因為他說座位已經太不舒服了 所以他就自費買了一個月的胃藥 他說先吃藥看看 我說那你吃多久 三個禮拜 我說那你有沒有改善 他說沒感覺 我就用手去摸摸他脖子 也沒摸到什麼 我來下午就幫他做超音波 他就躺在那邊 照一照一照 我心裡就覺得怪怪 我說你等一下 我就把他超音波探頭 往他脖子上掃 就一掃就真的發現 左邊那邊有黑影 真的喔 一到一公分 我就說這個配音不對 我就馬上就要安排那個 真正的腳上腺超音波 因為他探頭不一樣 去做 結果那時候真的被他一扎出來 是一個 只有零點八公分 剛剛好就長在反偶神經的旁邊 直接就遲到 所以說只要倒成 左邊的聲帶直接就彈掉 他講話聲音才會這樣子 有點像啞啞啞的 對啊 就後來開完刀 就也沒事 聲音也回來了 對啊 所以我就想說 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他脖子很不順眼 就像 我覺得他怎麼會想說 摸不出來 剛才講摸不出來 憲不得人家 其實在醫療裡面 很多時候是遠端 尤其是年紀越大 會慢慢有一些症狀 表現並不明顯 所以在門診看到的是一個 大概六十歲的阿伯 阿伯來就說 他想說 失眠嘛 所以你最近壓力大不大 好大 那 聽起來一切都很正常嘛 反正就是壓力大 食慾不好 又睡不著 然後家屬又站了一排 說我們去外面看過吃 他眠藥都沒比較好 最近今天特別嚴重 我這個爸爸非常 平常體力一級棒 都去跑步的 每天都運動的 不可能體力突然不好 沒這回事 可是他阿伯就看起來 就很痠喔 我就問他話 他說 好了啦 好 要來回家 他很累 就很累的感覺 結果最後馬上幫他 做個心電圖 心電圖一看 就是ST波上升 就是比較極性的心肌腫栽 所以他其實這個病人 最後趕快送他去急診 趕快去做導管 或去趕快去處理 他那個心肌效果 都是正常的大概 所以就這些數值 都快速地大量地衝高 最後去打通 裡面其實有一條 比較近端血管 就直接塞住了 就像水的源頭 就被塞住了 所以這病人 我們後來真的 神域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遠遠大於 你只單純聽他症狀 尤其是你看到樣子 非常不同的時候 真的就要積極做一些處理 跟按照你的經驗 該做的還是要做檢查 我們其實還好對不對 沒有 好神喔 好神 好神 他剛剛講得太神了 害得我都不敢講 他講一點都不神 你不是專業訓練 就是你的經驗累積 所以你沒有這兩者 就不會有神域感 對 沒錯 那我們也曾經在急診室 碰到一個學齡前的兒童 被他爸爸帶來 那爸爸帶來 爸爸 小朋友當然不會講話 爸爸帶來幫他掛號 就告訴我們檢查 或者說 說小朋友吐 腸胃炎 那小朋友 你說吐嗎 看起來也不像 精神不是很好 活動力確實比較差一點 可是你說看起來會脫水 小朋友當然吐 腸胃炎發燥 感染厲害的時候 當然也會精神不好 活動有點長 把醫生看看之後 確實用腸胃炎很難解釋 所以醫生就想什麼樣 就做個健腦斷程好了 我們知道 腦部的問題也常常會用 吐來表現 結果一做出來 真的很不幸 小朋友就是我們所謂的 硬腦磨下 出血 小朋友常常會出血 而且出血看起來 不像是一次出血 看起來是像 前面有過出血 那個血塊 還沒有被完全吸收之後 這一次又來一次出血 所以像這種的 第一個想 可是爸爸講說 他是腸胃炎 所以我們就要問病史 問病史的時候 你怎麼問 你就是問不出 小朋友怎麼受傷的 會讓我們更懷疑 所以那時候我們一邊去問 詳細病史小朋友處置 其實我們的護理頭人就 也不是偷偷 其實有依法 像我們懷疑小朋友受虐 依法就要先通報 後來怎麼樣 我們就說爸爸這個小朋友 要住家戶病房觀察 爸爸一聽家戶病房說 你們什麼醫院 亂看不會看 不要了 我不要住你們這邊 我要出院了 我要帶大家去別的醫院看了 就要把小朋友帶出院了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當然不能讓他 再出院了警察 所以怎麼辦 我們就通知了市政府 社會局的社會局社工 他會從警察來 就先把小朋友 強制地先留下來 那爸爸當然被抓去調查 調查起來還會一直在那邊吵 鬧 我說媽媽是沒有來 是單親 媽媽離婚了 所以小朋友後來 大概就變成一個 列管的個案 所以小朋友後來也是恢復了 現在小兒科醫師 和急診科醫師 對兒女的表現 兒女的受傷的症狀表現 這是一個在訓練過程裡面 一個重點訓練效果 這很重要 也需要講 有的時候真的生病的時候 你真的是 燒香拜佛 都希望能夠遇到 有這種 就是神預扯的醫生 因為像我爸爸那時候 他也是有一段時間感冒 很久都一直沒有好 然後我們就一直說 我覺得你應該要再做 更多的檢查 然後我爸就說 可是醫生就說我就是感冒 反正就是回來吃藥 然後就有一天 我爸爸就已經吃藥 吃了六個月了 我原來一直覺得不對勁 但是我沒有那麼專業 我只是知道不對勁 可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就後來有一天 我爸就突然說 他胸悶 然後 所以就趕快緊急 就到醫院去檢查 那他還是習慣性的 回去找他原來的醫生 因為已經看了半年了 然後那醫生還是說他是 他好始終 他看半年沒好看 對 他好耐心 他太專情了 真的 然後結果後來 他就還是找了這個醫生 這醫生也還是跟他說 你就是支氣管炎 那要繼續吃藥 那可能這個病毒比較厲害 我們可能要做一個 病毒的化驗 看看到底是什麼病毒 怎麼殺不死這樣子 好 結果那一天 是我爸爸的朋友 他心臟病的病友陪他去的 然後那一天 醫生就也是叫他領藥 然後就要叫他回家 結果我爸運氣很好 他那個朋友就說 他說你現在就要住院 因為就是呼不到氣了 他又有心臟病 因為其實很嚴重 所以他就 那個朋友馬上就打電話 給我爸爸的心臟科的醫生 也是同一個醫院的 然後那個醫生就很好 他就聽了一下 我爸爸的狀況就說 馬上幫他安排住院 住院之後沒有多久 我就接到電話說 我爸在加護病房 然後後來才發現 他根本不是支氣管炎 他是 負腺癌 對啊 可是因為拖很久 所以狀況不是很好 等於拖了半年的意思 拖了半年 對 因為有的時候 真的是當局者明 就是有一個小朋友 他就是中兒炎 那中兒炎他就在門診吃藥 就一直不退 那濃就很多 後來他說那既然 口服的抗酸素沒有效 那就住院 用打的 那抗酸素可以再升級 然後他打一打 打的時候 也已經找了耳鼻歐科 說我們這個 如果真的濃都退不了 不然給他打一個洞 你知道我們耳膜 是可以做這個 這個耳膜的 就叫什麼 這個英文 不知道 對 就是切開樹 讓那個濃能夠流出來這樣子 所以原則上就是同步 把抗酸素升級 然後也找了耳鼻歐科 把那個濃流出來 果然就流出來 那理論上 我們已經雙管齊下了 所以這個治療 應該就是很順利了 那結果過了三天 他還是一直流 一直流 對 那這個時候 你如果大家想到是 那就是抗酸素不夠力 再往上提對不對 對 可是其實不是 你就過去 我就過去看他的耳朵 然後我看那個流出來 那個濃 那個黏稠度 就不太一樣 輕輕的 對 然後我就問他 我說 他現在這個寶寶有在喝奶嗎 他說有 就是喝奶瓶 我說你怎麼喝 是不是躺著喝 他說對 他說自己抱的奶瓶喝 我就知道了 他流出來 根本不是濃 是他的奶奶 老公那奶怎麼從耳朵流出來 他就是躺著喝奶 所以他中午臉就一直復發 然後現在好不容易 有一個耳朵有個洞 所以那個奶這樣 跟著就出來 為什麼 老公那 我們抗酸素不用升級了 你就是不要再給我躺著喝奶 就給我喝就好了 而且其實沒有難道 簡單的事情 對啊 神醫 對啊 謝謝 醫生有時候多一點點的細心 或是覺得說他這個有點不大合理 常常都會抓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其實也是有一個四十幾歲的男性 病人來找我 我第一次就問他說 你怎麼了 有什麼問題嗎 因為他是出疹 我在醫院沒有看過他的病例 我說先生有什麼問題嗎 他說江醫師 不好意思 我想請你幫我介紹一下骨骼醫師 我到時候就 你掛我的號 叫我幫你介紹骨骼醫師 而且我的號那麼難掛 你介紹骨骼醫師 不是 人家既然已經都來了 我總是要問你什麼症狀 因為骨骼也分很多次專科 他是要看什麼的骨骼醫師 我說你是怎麼了 我想說應該是那種 很嚴重的毛病 他想問我說這個男的骨骼醫師 比較專情 他說他覺得他 就很痛 背非常地疼痛 這幾年就 這半年來就覺得背很痛 痛到他可能都睡不著覺 他就來了 他總要是用膽 用膽 你傻眼 但是我 因為我不知道他是 本來是塞牙還是怎麼樣 我只覺得他聲音很低沉而已 因為我沒有看過他 像假醫師那麼低沉嗎 沒有 非常低沉 我就說你聲音還滿有磁性的 因為聲音就很低沉 我說你聲音還滿有磁性的 他說沒有 以前不是這樣 我說是最近才這樣 他說對 最近應該是 在發育 在變聲 我說這個還滿幽默的 思琪是不是 對啊 在發育還在變聲 對 我說這個還滿幽默的 我說你大概有怎麼個痛法 他就說就真的很痛 晚上真的痛到會 會常常睡不著 常常需要支持痛 而且都壓不住 而且他身體看起來 就這樣瘦瘦的 而且他身上有聞到煙味 就是滿痛的 我說你抽煙 抽煙 然後他就不好意思說 對 煙酒都戒不太掉 他也知道不好 就是努力在戒中 但是就還沒戒掉 我就越想越不對 我就說你這個 不一定是骨骷的問題 我說我幫你做個電腦斷層 因為我覺得實在是有點奇怪 就一切 遲到的中間 現在有個四公分的食道癌 你吃東西都很正常嗎 完全都正常 也不會有時候人家想 有什麼吞咽困難 完全都沒有 雖然腫瘦已經四公分了 他就是有點倒楣 他有腫瘦往外長 不是往內長 所以根本沒有造成他食道堵塞 他食道還很通常 他吃東西都還很順 他就是因為往後長 長到吃到神經 神經很痛 又吃到反弱神經 少成聲音沙啞 對啊 不過因為這樣子的話 其實也是滿後面的區別 對 不過所以 但是他運氣還算好一點點 是因為 後來我們去幫他安排 化療跟電療 那個疾病算是暫時有控制出 還不錯 就是總就有在縮小 他找你是對的 你今天講完 可能香港講的也會 化你的號 不要找江醫師問說要化什麼 就可以解決了 厲害... 我以前遇到一個怪病 結果是靠 蘋果執行長賈博斯 幫忙診斷出來的 為什麼 這個55歲的這個男性 他本身是一個退休的公務人員 是 他當初來找我主要是說 拉肚子拉了三年 三年 很瘦吧 那他從三年前開始 每天都拉肚子 而且拉得很誇張 大概都拉二三十次 一天了 對 怎麼可以忍受 拉得都水水啦 然後哥哥的那種大便 他不能上班也不能出門 對 他已經退休了 退休了 可是一天二三十次要找 應該要看醫生嗎 結果他因為一直拉嘛 一吃就拉 所以營養都沒辦法吸收 對 所以後來就 整個人就營養不良 連走路都 癲癲倒倒的 很嚴重 他看過很多醫生 都找不到原因 結果後來 憑朋友介紹 就來找許仙 他來抓蛇 還是 結果 結果我一聽 我覺得很嚴重 馬上給他安排住宴 結果很不幸 然後有點找錯人 結果我幫他做了 很多的檢查 包括 還有這個 大便的細菌培養 胃靜 大腸靜 小腸靜 還有電腦斷層 甚至 症子都做完了 就做了一輪全身健康檢查 對 早就還免費 然後也早就做完 結果我就想說 這下真的 逃倒我了 真的也沒辦法 只好就給他做症狀治療 開那個最強力的止蟹藥給他 一天吃三次 結果他油比較好 但是還是一天 可能拉個十幾次 結果就在那天打開報紙 一看 看到賈伯斯 過世的消息 然後那個上面寫說 賈伯斯死於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毛病 就神經內分泌瘤 這種很少見的毛病 這個病是一種腫瘤 它可以分泌一些物質 可以造成 各式各樣的症狀 有些人就是 會造成 有些人會變 有些病人有 低血糖休克的情形 因為它會不會是這個毛病 這個毛病其實有一個 叫做CGA 這種很特殊的腫瘤指標 結果一檢查 真的很高 高的症狀 差不多四十倍 四十倍 結果後來就想說 他八成真的是有這個腫瘤 然後我就去申請一個 特別的藥是 專門針對這個腫瘤的 結果那個針一打下去 他的拉肚子就好了 哇 然後從此以後 就慢慢可以吃一點東西 把他生肉起來 對 所以我說 他真的要好好感謝 這個賈伯茲先生 這個靈感 幫他診斷出這個毛病 就是好的醫生 會把病人放在心裡面 真的... 沒治好的時候 他就會每天想那種 所以好的醫生常常老得快 因為每天就在想 我有這麼老嗎 對不對 跟許醫師講這個毛病 我要幫那個 神經內分泌腫瘤協味 講一個話 因為他們最近一直在推這個毛 因為這個毛病 其實的發生率 沒有我們想像那麼低 只是因為診斷率太低了 戰率太低了 大家都不知道 有很多女性四五十歲 就要很像 每天睡不著 臉紅 你會覺得是什麼 跟年齊 一直用女性荷爾蒙 用了一年兩年 通通都沒效 結果被診斷出來 也是神經內分泌腫瘤 對 所以現在比較好 除了剛才那個 許先生講的那個CGA之外 現在還有一個特殊的掃描 這種東西不是一般的 傳統的電腦段 也不是一般你聽到的正直掃描 它是打一種 非常特別的顯影機 這種檢查就專門 為了要偵測你有沒有這個瘤的 所以現在其實醫學的人很發達 只是你不會聯想到 像有人甚至是皮膚一直發病 一直紅 你會覺得是什麼 失診 不是 它是神經內分泌腫瘤 對啊 所以很難去想到 各位有興趣可以上去網站看 它有十大症狀 有的是一直關節痛 他以為它退化性關節 其實不是 它是神經內分泌腫瘤 打一針 許先生剛才講的那個特效針 就沒事了 對 就都沒事了 各位的醫師 真的都是非常神的診斷 動多的疾病 那這個東西來自於經驗的累積 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在看的疾病 就是一個疾病 有很多很多的症狀 可是同一個症狀 可能導致的疾病有非常多 可是醫師最重要的價值 就是在診斷那個比較少數的 因為如果 我家爸爸媽媽都會看的 可是就像我們病人走進來診間 大概三十多歲 很年輕 可是他進來的症狀就是 開始就會覺得肚子痛 肚子痛了一兩天了 就是肚子有點不舒服 又加上讓人覺得有點吃不下 又是吃不下 又是有點噁心想吐的這種感覺 那這種狀況來講 當然第一件事情最重要就是 驗孕 沒錯 好恐怖喔 你看連價值都知道 所以故事發展 當然不是懷孕 懷孕我幹嘛在這邊講 當然 當然他就不能懷孕 對 發生人 所以他驗完孕之後 這發現就是說 那他就有一些胃腸的問題 可是如果當作胃腸問題 直接診斷總會覺得不太對 因為他的心跳也是快了一些些 血壓的部分又好像偏低一些些 問了病人 他說他以前血壓都正常 可是現在血壓量起來 都九十出頭 心跳大概一百二十 沒有快到很誇張 可是卻一直是偏快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跟護理人員說 不然就測個血糖 說時時那時快 結果護理人員就跟我說 驗出來說 醫師 驗不出來 我想說 我跟你說 結果我把他一轉過來的時候 我發現他不是壞了 也不是驗不出來 是上面寫一個害 當我們血糖已經上面寫害的時候 意思是 高到驗不出來 這意思 就是破表人 所以他那個是 害是嚴重到驗不出來 馬上去抽血 他的血糖值高達四百多 正常的血糖值標準是一百 空腹血糖大概一百 他四百多 所以他血糖非常的高 最後這病人的診斷叫做 高症透壓 高血糖狀態 有點像是以前那種 糖尿病的銅酸中毒 所以那非常的危險 因為血糖過高 會造成身體一直脫水 脫水到最後其他的器官 都會衰竭掉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 一個狀態要立即的治療 結果後來病人還好有發現 結果趕快立即住院 趕快後續處理 結果順順立即出院 結果回過頭來問這個病人 原來他就在暑假的時候 就太開心 因為夏天的水果很甜 像哈密瓜 西瓜 然後這種很甜的水果 打了一大堆 每天都照三餐喝 然後遞掉他的水 結果最後瞬間血糖 就一直暴衝 他都不知道 就最後造成了這個疾病 所以他明明只是胃腸的不舒服 可是我們還是要 完整的去思考到 從他一些蛛絲馬跡 去抽絲剝繭 考慮別的疾病 好像淡案 對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家裡血糖肌如果出現嗨 它不是開機當機 嗨 我就覺得 人生就壞了 他說他跟我打招呼 嗨很久了 然後一直都在當機這樣子 他是已經量不到 破表了就對了 我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我很喜歡大吃大喝 然後有一段 填飽肚子 對 我填飽肚子 永遠在填飽肚子 然後我就有一陣子就是 每天都會吐 然後就是有一點點反胃 吃一點東西就吐 喝一點東西也會吐 懷孕了 懷孕了 非常確定我沒有懷孕的 那一個症狀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可能是酒喝多了 所以我就有 我就喝了酒 我就大概 真的好暴失 我就先把酒減量 然後發現說 還是有這個症狀 然後我就停掉 我就不喝酒 但是還是大吃 然後後來是被我的朋友發現說 我們出去玩的時候 我都會去吐 會去吐 他們就說我一定是胃有問題 叫我趕快去看醫生 那我聽一聽想說好吧 那也去檢查再好 因為那個症狀 大概也出現好幾個禮拜 然後我就去跟醫生說 我就說我胃有問題 我不舒服這樣 一吃東西就會吐 幫我照個胃鏡什麼的 然後醫生就幫我做檢查 然後他做檢查按一按 問一問我的一些習慣什麼的 他就說 他覺得胃鏡可以照 但是還是堅持要抽血 做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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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檢查 因為英文講一大堆胃 我也聽不懂 然後最後結果出來 發現胃真的完全沒有問題 而是我的肝指數爆了 對 就是完全跟吐 他就說 他有說什麼 因為肝不知道一個什麼指數 爆到八百 他正常指數是八十 六十到八十 我是爆到八百 所以才會造成我 裡面的不舒服 會想要吐 會 急性肝炎在大發作 很多人自己急性肝炎 就是本來是逼肝 後來大發作的時候 它是又像感冒一樣 它是噁心 你會不會覺得你是像感冒 很像 對 對啊 所以還是要靠 省醫生 我曾經就遇過一個媽媽 帶了一個不到二十五歲的 年輕女性來掛號 那時候她就發燒 那其實我們簡單的問了一下 她其實就是發燒 全身痠痛 然後頭痛 頭暈 都是一些 所以我就開始跟媽媽解釋 我們接下來可能會抽血 學醫培養 等一下可能要去驗尿 做一些檢查這樣子 沒想到她媽媽一聽完就 然後 而且不只是兩個禮拜 這陸陸續續燒 都一直沒有推 而且她在中間已經看過 兩個診所 三次急診 都沒有好 對 又是這些檢查 我聽到這 我玻璃心就碎你知道嗎 她那個眼神就透露出一些 而且我檢查似乎跟其他的 其他地方的檢查是 沒有什麼差別的 所以這時候問診 你就要稍微要進階一點 對 真的是被擊倒了 後來我再仔細去問 我就問 那你身上有沒有 曾經起過什麼疹子等等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病灶 她的女兒想了一下 好像有又好像沒有 至少外觀上 目前是看不太出來 那我們當然這個臉不能放下來 不行 你再去看清楚 你的胯下 你的那個會陰處 私密處等等 附近有沒有什麼 就是特別的疹子 或者是你最近有沒有去哪邊玩 她媽媽就 就抱怨她 對 有啦 就是 就一直發燒 那後來她女兒就是 被抽完血就去流小便 那其實她流血便就是 偷偷地去檢查 我剛剛跟她講了幾個 比較隱私密的地方 果然在皮膚上就看到 膠夾 普通的膠夾 很像是被香眼燙傷 被煙燙到 那麼大嗎 這個病灶 其實也不大 小小的病 對 其實她就是 她就是被釀蠻 就是幼蟲 被立刻自己感染的 那種幼蟲咬到的 在私密處 其實不會在一些 比較隱密的地方 皺褲處的地方就對了 因為她沒有症狀 她很聰明 她知道要先鑽到你 沒有這個 私密的地方 在咬你 真的嗎 咬完就死了 所以她爬上 她就先蹲... 然後到一個比較隱瞞 超市的地方 然後就咬你 所以她去流了小便回來之後 她就拿了手機 拍了她大腿內側的 那個病灶給我看 就抓到 樣子病 那這個疾病其實 你沒有治療 大概會到六成的死亡率 對 會死喔 不過只是蟲而已耶 沒錯 沒錯 她會多種器官摔解 會死嗎 其實台灣每年都有病例 她是在溪流玩水嗎 目前比較常見是在花東 或是來的 但她家住宜蘭耶 都挖到什麼 然後去花臉玩水 都塑溪啊 沒有 都泡在溪流裡 因為每年那個CDC 只要清明節前後 都會發新聞稿 對 就是說 去掃牧的時候請注意 這個要小心這個樣蟲病 而且她一開始 就像一般的病毒感染 你沒有去發現 那個皮膚比較其實不容易 而且她有皮膚 是肌部會完全痊癒的 那你可以看到那個 蟲在你的身體裡頭嗎 沒有 她就已經留下了 她是留下皮膚的 她走去哪裡 她吸完血她就 她就走了 她去養小孩 她在爬還是什麼 她咬了你之後 她就把那個 立刻刺體送到你身體 然後就走到你身體裡面去 身上跳掌 她給你咬到以後 她把她的身上的立刻刺體 那種變成灌注到你的體內 那個 她就沿著血液一直跑 有時候會到心臟 有時候會到腦部 會到全身各個地方 天啊 我們現在要開始露營的季節 如果要到那種草地去 你除了身體不要噴一些香水以外 你還是 隔長袖 長袖 對 長袖 長袖 還有他防蚊蚊 對 我防蚊蚊蚊都可以防蚊 對 其實你說神預測來講的話 這神經科其實很多 有些真的不是神經科醫師預測 真的是神在跟你預測的 我舉個例子 我前一陣子就有一個病人 大概四十幾歲的女生 她會計 會計應該算錢很會算 不會落錯帳等等 她做了十幾二十年 很OK 她突然說 最近常常算錯錢 她說那是刷到 然後她們拖了三五天之後 她老公就帶她去問心 真的是問心 先她說 這神經有問題 要去看神經科 然後就跑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問了一個 其實很簡單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問一些 認知功能病人都會問 一百減七多少 哦 九十三 再減七呢 八十六嗎 你怎麼知道 你不能幫 你現在送給她 但你正常 她真的第一個 她就減不出來 我為什麼要問你答第一個 她第一個就減不出來了 對 她是會計 她是會計 然後我就說 我就隨手 我就皮夾裡面拿了幾百塊 說你算一下做多少錢 她對著好像很陌生 就算一算算 她就很苦惱地說 可是錢跟數是她最專長的 對 她最專長 但她算不出來 我想說你可能要住院 我想說你可能兩個問題 一個可能是中風 絕對不是刷到 另外一個有沒有可能是 慢性的一些腦部感染 等等那一些問題 然後住院的時候其實 還好做了第一個核子共振 發現她真的是中風 中風的位置剛好影響到 她的部分的認知功能 因為我們知道 認知功能它不是只有記性 它是有很多的 比如說你畫圖 等等那一些 我還碰過有人畫圖 突然一個畫家畫圖的時候 全部偏到一邊去 另外一邊完全畫不出來 對 人家以為說怎麼樣了 可是中風不是會 譬如說半邊 或者是手腳 那是最常見的 可是有些不是那麼常見的中風 比如說剛剛那個 其實這種算錢突然算不出來 的造成是中風造成 其實 每年都會看個一個兩個 那也不是說我們比較厲害 是神明 告訴她她真的要看醫生 但是我覺得除了這些醫師 非常的認真 可以幫我們透視播 而且像半案一樣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有些人我覺得他就是一輩子 就是人生的好運作 我們說我有一個朋友之前 他跟我說他現任男朋友的故事 他現任男朋友是一個外國人 他是怎麼認識這個外國人的呢 是在一次浪漫的河崙的旅行 歐洲河崙的旅行上 那當時他洩購這個外國人的時候 這個外國男生 是帶著他的媽媽在旅行 他就覺得好孝順 因為老實說帶著媽媽做河崙 所以他當時 並不知道為什麼 緣由會帶媽媽去做河崙旅行 他就在河崙上跟這個男生講 可是他有一陣子就發現奇怪了 這男生連續大概十幾天的時間 都幾乎都沒有接他的電話 就是都不接 他想說是怎樣 當時是心裡是這麼想的 後來有一天電話又通了 通了之後那個男生就跟他說 因為他之前住院 可是他心裡想少來 不知道幹嘛 就假裝是住院 他說是為什麼住院 然後後來那個男生 就是他逼問之下 他才跟他講 那其實就還滿晚期了 所以他當時是因為想說帶著媽媽 就是至少在自己的 可能人生比較後面的路 那就帶著媽媽去做一個旅行 想不到還可以卸購一個美女 這樣子 然後後來這個男生呢 你看都又費積水住院 然後又費腺癌很晚期 結果沒想到 這個男生他有一個好朋友是他的鄰居 是一個醫生 而且是一個算是該領域 就是腫瘤領域很前面的醫生 他當時呢 剛好有一個新的藥物要臨床試驗的 他就想到他這個朋友 他想他是不是可以符合規矩 他剛好又符合 可以去做臨床試驗 他就參加了那個臨床試驗 參加那個臨床試驗裡面呢 他說他復原得非常好 是他手邊所有參加試驗的患者中 唯一是他手上的 唯一百分之百腫瘤完全不見 那麼厲害百分之百 完全不見 而且之後幾乎沒有發 原因為什麼後來才告訴我 後來才知道 因為他接受的那個臨床試驗 就是現在已經上市的免疫療法 然後他剛好是那個少數 就是所謂的腸胃 就是不但會反應 而且是一直維持很有效的人 所以他本來以為 他是人生最後一段那個 他現在又開始展開 他人生的第二床 對 超好運的 這個女大生差不多二十歲 她家裡住高雄 那她在台北讀書 她上了大學以後就常常 這個上父這邊 胃這邊在痛 然後也在台北看了很多的醫師 然後也吃了很多的藥 可是一直都沒辦法根治 結果她媽媽是我的病人 所以她就利用她暑假的時候 回高雄的時候 帶她來看我的門診 那來看診的時候 我就幫她做身體檢查 她按一下 這邊會滿明顯的疼痛 那我也發現是 她的手肘還有臉頰 怎麼有一些紅斑這樣子 然後我就幫她做了胃鏡 胃鏡吹下去 哇 胃裡面一個 身體裡面一個滿大的潰瘍 大概有兩公分 那胃發炎得滿厲害的 一檢查說有 幽門螺旋桿菌 這是我的專門 那因為我們這個十二指腸潰瘍 百分之九素都是 幽門螺旋桿菌引起來的 如果不把這個菌殺掉 它幾乎百分之百會復發 所以我除了給她這個 十二指腸潰瘍的藥以外 還給她做了一個幽門螺旋桿 就是除菌治療 結果三個月以後 她媽媽打電話來給我 說謝謝我 她說謝謝我說 我治好她女兒 從小到大 久治不遇的這個 異味性皮膚炎 我聽得很訝異 我就問她是怎麼一回事 她說她的這個女兒 從小 從差不多一歲開始 就有異味性皮膚炎 常常這個臉 手 腳 都是一些紅疹 而且很癢 起癢無比 對 大家抓得都 流脂流膿這樣子 從治療的那一天開始 她皮膚的疹子就慢慢好了 然後後來好了以後 三個月都沒有再復發了 後來我去查一下文獻 國外也有這樣的文獻報告 那種異味性皮膚炎 有些人把幽門螺旋桿治好 她就好了 那兒後我也有一個經驗 有一個病人 她是在十多年的那個 慢性循麻疹 結果她也是每個月都發作 結果把細菌殺掉以後 她就沒有再發作了 也是很神 所以我在想說 其實我們很多過敏性的疾病 其實它過敏源很多 但是有一部分 是來自 腸胃道的細菌 那像幽門螺旋桿 可能是其中之一 如果把她殺掉的話 某些人的一些皮膚病 就好了 這個病人其實我跟她的相遇 大概是在七八年前 對 現在到現在 午夜夢迴裡面 我還是會想起這一個病人 當年相遇的時候 她是三十五六歲的一個先生 本身就坐監犯科 商商進出監獄 所以其實她的家人都不理她 她每次來急診都是自己一人 那她其實都是有酗酒的習慣 那為什麼我跟她印象很深刻 因為這個人的生命是旺盛 她 因為她就是喝酒乾淨的話 可是大家想說吐血都很嚴重 她每次都吃到靜脈曲張 破裂出血 可是她每次來都是可以 在那邊走來走去 也不躺床 然後點滴她一直打 我們要所謂的就是 針對一些止血的一些藥物這樣 才會止血的藥物這樣子 那她訴求就是 因為她人生 第一次坐胃鏡之後她嚇到 她覺得坐胃鏡怎麼這麼痛苦 所以她其實都不做 任何侵入性的治療 然後每次來 就是只要求我們 把她學止住就好 止住之後她就要牽 自動離遠 她就要離遠 她那邊也太硬了吧 對 而且真的是來 命不呆絕 那我們大家對她印象很深刻 就是這樣 那我們對一些病人 其實有一些情感的 我們不像門診醫師 真的有一些老病人 那真正會有一些老病人 只有一些狀況 就是疾病末期的時候 所以她其實常常會因為不舒服 來急診室 那你診室了一次 兩次 三次 她再不來的時候 你就想 她生命應該是到盡頭了 所以她在某一次可能就走了 那這個先生也是 她最後幾次 她就是來急診就大吐血 那大吐血你就看到 她的黃胆指數 我們大概黃胆正常是1點多 你到2的時候 你的眼睛小病都看得出來是黃的 她10 15 20 她一次一次 那個黃胆指數越來越高 也是吐血一樣是走來走去 一樣是說我不坐胃鏡不插管 終於到有一次 她真的是吐得非常嚴重 她昏迷了 所以我們就幫她插管 幫她坐位置 趕快做一坐 那終於就是把她生命真相給穩定 那時候黃胆指數 我記得是20幾 她整個人看起來像小小病 就整個就是黃色的 所以我們幫她做了穩定之後 她就住到家務病房去 據說她在家務病房住了三天之後 清醒了 因為血也只住了 她又開始 她自拔那個氣管插管 又把點子消掉 改在家務病房裡面走來走去 那我相信她在裡面跟她們拉塞 她最後也是又簽了自動離院 就離院了 後來就真的兩年沒有看到這個人 那我們心裡就有感慨 為什麼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那兩年的急診的忘年會 印象太深刻 對 印象太深刻 這個病人連續兩年 邊吐血邊拉塞 對 都演她 結果沒想到在兩年後 我看到一個熟悉面孔來掛號 她那次來掛號就是 是深夜嗎 沒有 上吐下吹 真的是深夜 來掛號 可是她那次來是有警察陪她來 她被靠著 然後就來掛急診 可是她那次終於不是吐血了 她那次真的是腸胃炎來掛號 我想 天啊 一檢查 她說的黃痰指數 就降到幾乎快正常 關公的回復 那寧學指數也回復 天啊 妳是這種半導的 因為天子是不斷地來急診 都沒有恢復 結果她在監獄 就是這樣度過兩年 關在裡面沒有喝酒 沒有喝酒 我們也有病人這樣子 過期正常 關在裡面沒喝酒 都變好了 整個很清爽 這個好神奇 關起來 不要喝酒就好了 其實醫學上 真的是有很多的奇蹟 剛剛向淑欣講的 做了一些奇怪的療法之後 或是一些免疫療法之後 結果病人的腫瘍都消掉 在臨床上我們看到 已經不止一次了 其實最近有個女性病 她才36歲 她來找我的時候 兩邊乳房差差多 左邊是D罩杯 右邊是A罩杯 但是不是天賦義賓 因為我摸她左邊硬棒棒的 超硬 我都還不用檢查 我就知道她已經 就撐得超大一個 但是她就很奇怪 她這邊有個刀疤 很大的刀疤 我就說你這個是什麼 她說她半年前 這邊也太過大了 人家跟她說是乳 我說人家跟你說是乳 那之後呢 然後之後她說 那個醫生跟她說 沒開乾淨要再開一次 我說那然後呢 她說 然後她就去山上禪坐 結果就坐了半年 我說那你今天為什麼來找我 她說因為她覺得 這個實在太重 她覺得好像會要 破出她的皮膚來 她有點嚇到 就跑來找我 她又講一句 她說醫生可不可以幫幫我 我說當然 我盡量幫你 她就說 可是我跟你講 第一個 我不要再開一次刀了 我就說為什麼 我說上次開到的經驗很不好 我說那還有什麼 她說第二個 我不要化療 我上次就傻眼說 那我能做什麼 說我不開刀 可是我可不可以稍微切片一下 我說你至少讓我知道 這是乳癌的哪一型 對不對 我就扎了 她說 她就想一想說 好啦 可以 我就扎了一下 結果運氣就很好 她扎出來的時候 是乳癌的其中某一種 我最近半年才出來 一個特效藥的型 當然我就跟她講說 那我們不化療 我也不幫你開刀 但是我可能要讓你用一種 標靶藥物 你試試看 好不好 因為那時候我心裡沒在想 我說 等她跟我建立 互相信任感之後 最後我還是要抓她去開刀 我還是要抓她去化療 我只是說 反正我們 用這個藥物先擋一下 建立你跟我的信任感 因為那時候我幫她做正直掃描 她除了乳房這邊試之外 兩邊腋下淫八點 肝裡面也好幾顆 肺裡面也好幾顆 雖然她看起來很正常 可是她其實全身上下 早就轉一片了 到處都是 結果後來那個標表 我吃到第一個月 她這個D罩杯就變成C罩杯 就縮下來 用了三個月之後 我再幫她掃一次正直掃描 我就傻眼 一直看那個報告 全身上下找不到一顆重瘤 為什麼那麼厲害 不是 那個標表 我用已經不是第一顆了 她就是非常奇怪 她的反應好到爆 全身上下腫瘤的都 全部都不見了 就很奇怪 然後我終於 我就完成對她的承諾 我沒有開刀也沒有畫了 因為我不知道要開哪裡 就好像我之前有碰過一個 快九十歲的阿公 他就是健檢的時候發現 X罐片怪怪 然後就掃了掉有斷層 就覺得我們 肺部有腫瘤 然後再去做腦部掃描 正直掃描發現 然後你現在肺部有腫瘤 腦部有轉移 你也想說 這個不怎麼好了 他們家族說九十幾歲了 不能開刀 不能化療 對 其實也對 因為九十幾歲 他們就比較想要做安寧 等等的一部分 病人是半年後跑來文門診 我看了她的病史之後 我就說 所以這次來是怎麼樣 她說 最近阿公 記憶力越來越好 對啊 體力越來越好 對啊 所以我說 你最近這半年做了什麼事情 她說 沒有 就讓她 她想要做什麼就讓她做什麼 她想要去種田就種田 去玩 去玩 我們也沒有給她任何東西 我說 她說 記憶力變好了 什麼都好了 我說 這樣子 那我還是幫你做個腦部 我們要看一下 因為肺部我看不懂 先把做個腦部看一下 之前那幾顆東西怎麼樣 對 結果一照 它真的沒了 哇 它真的沒了 對啊 我想說 真的是沒了 我找不到之前看的東西 兩個變質疲對 那這什麼資料都沒做 沒做 然後我跟她說 你肺部那個 你要不要再去 胸殘哥看一下 後來我就看她的病歷 肺部那個東西還在 也沒變大 也沒怎麼樣 所以後來問說 繼續要怎麼辦 教授說 就這樣子 繼續這樣子 九十幾歲了 你還要怎麼樣 開心活著 開心就好了 不過今天聽了很多 在聽的過程中 常常覺得自己膝蓋痛 然後 喉嚨沙啞 然後一百減七是多少 自己都不清楚 但是就像家綺講的 其實醫學上有很多奇蹟 對 人生都有很多奇蹟 希望大家都非常好運 然後 每次見面都是別來無恙 對 大家好 謝謝 謝謝妳的媽媽 我們今天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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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小朋友都會想要模仿大人 尤其女生 看到媽媽的膏跟鞋 口紅都想要來用一下下 可是我發現最近有個狀況 就是 小朋友就是打扮會比較早熟一點點 或是成人化 那尤其之前有個新聞很明顯 就是他們發現 其實尤其南韓 他們有很多小女生 是化妝上課 幼稚園的 那上面到這種狀況 我們怎麼樣教養他們 或是怎麼樣他們 做比較對的選擇 我覺得那只是一個模仿 也就是一種 對自己的性別的認同 就是說我就是跟媽媽一樣是女生 所以我好像應該也要化妝 也要這個採高跟鞋 但是其實他也知道那個很不舒服 那他也並沒有 你跟他說不要再弄我東西了 他就算了 所以那個模仿的階段 我覺得如果真的有幼稚園有小朋友這樣 我覺得那個是爸爸媽媽默許的 對不對 不然他根本也買不到口紅 也買不到這個化妝品 但是如果說今天是青春期的孩子 那就不一樣了 那我覺得這個反映了第二個可能是 他就是想要吸引別人的注意力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反而是要讓大家自信心 就是你的孩子的自信心 是來自別人對他的這個肯定 別人對他的這樣的一個 覺得他漂亮的一個狀態下 可能對他未來其他的自信的發展 會有一點影響 那最後還有一種就是 他也沒有要吸引人要自信心 他就是想要跟你這個爸爸媽媽槓這樣 你說我這樣醜 我就要醜跟你看 看你有多愛我 看你 你是不是能夠接受我化成像鬼化 像鬼一樣的這樣的狀況 這種事情真的也很常見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爸爸媽媽你越去反對他 他就化得更誇張 那這種你反而要倒過來 就是說OK 我先接納你 我先愛你 先了解說你再怎麼化妝 都不會讓我勾起我的憤怒 也不會讓我跟你身風相對 我就是不討論 那我就是愛你 那讓他先感覺被接納之後 他就覺得化得妝其實也滿無聊的 那那個像一個海綿一樣 打不到這個牆壁 打不到這個反作用力 那就算了 他就放棄了 了解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 先研究 71 還有一個拍摄 讓邊 niece 同性 什麼 這是 immer